T1直籃联盟在今天迎来台北大巨蛋的初体验 由中信特工对上台北战神展开两连战 那么这也是台湾篮坛史上第一次来到大巨蛋打球 不但邀请了日本巨星归离河野来站台之外 首战的票房更是超过1.56万人 这回黄山军不喊炸烈改喊Defense 台湾直籃首次攻进大巨蛋 球迷们坐在内野区改看篮球初体验视野如何呢 突然 怎么突然是棒球场来打棒球 来打篮球 对 但后来其实实际竟然觉得好像也蛮合理的 好的视野非常高 然后空间感非常的舒服 也许棒球应援传统啦啦队 不只在场内热舞这回同样站上应援台 让直籃球迷们也能近距离感受法乡第一排 这一次呢在大巨蛋打篮球真的不容易 背后浩大工程球团抢先曝光 最怕的就是球场压坏草皮红土 特别做了保护措施 为了符合正式比赛的木地板跟篮筐 直接从新装送进巨蛋 光是举办两场篮球赛事成本就超过一千万 太大啦 然后后面棒球场完全不搭 好像有先铺一个保护草皮的 然后再搭那个木板 然后这是一个很XX的动作 浪费钱 打棒球就好了 篮球就有篮球场嘛 不要花这种钱做一个无畏事情 虽然不少职榜球迷们对此气扑扑 但是还是很好奇买票进场 让直篮也成功趁了这一波大巨蛋热度 冲出票房夹击 熟场赛事中心特攻对上台星战神 15600个座位全数满座 写下台湾直篮史上新记录 主办单位中场还请来日本偶像男星 归例荷野替直篮站台 跳投出手 去 最后把焦点转到球场赛事 直篮大巨蛋历史性首课进球也出炉 由台星战神黄聪汉投进三分球开张 但最后仍由中进特攻以 7分差摘下大巨蛋首胜 先送我报道 好 好 好